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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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向为善不甘后人 充满爱心的黎水恩 连同乙工团队探访独居长者 他们还带中秋礼物包去 一班老友寄收到月饼 水果和衣帽等的礼物 都非常开心 一起直击一下他们探访的情况 聂先生 这次探访的活动目的是什么呢 很多独居长者需要我们去关怀 和我们去探访他们 这次很感谢黎水恩小姐 和努敏仪小姐 他们两个都很热心 和今次的专业都很热心 来到参与这个活动 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长者知道 无论他是嫁人 或是平时都好 是有一班乙工来到探访他们 去关怀他们 谢谢聂先生 谢谢 Hello Vivian 今天来探访的心情是怎样 OK 很开心 因为见到很多老人家 又派食物给他们 又有礼券 他们见到他们开心 我们也很开心 他们聊天的过程中 自己有什么感受呢 其实都很多得着的 因为他们全部都是独居的老人 你开头想着 他们当然是很盖探生活 自己一个人 但原来不是的 他们都很正面 所有东西都开心就可以了 整天想人家 什么都是 你有没有登座啊 你有没有凉不凉啊 我觉得很希望年轻人 会学习到婆婆的心肌 因为他们真的很不自私 而且很开心 你送给他们 有一份感恩的心 是的 即将来就知道 你会开一个音乐会 现在准备的过程是怎样呢 我会去练歌跳舞 其实跳舞已经开始了 那我会努力一点的 有没有什么惊喜 是会给观众的呢 其实今次演唱会 都有很多嘉宾 你进来 那什么歌其实都会唱 但是 那个age 可能是我们差不多 那才行 我怕那些 十多岁的人 不知道我们唱什么 但是这些歌都好听的 是的 那预祝你来的音乐会 一切胜利 多谢你 谢谢 无论是否大事大事 我们都应该关心身边的人 积极参与慈善活动 正所谓助人自助 帮助人之余 自己又开心 何乐而不为呢